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孕育亞洲當代藝術為宗旨的Art Central 每年都會展出別具代表性的本地藝術品 發掘香港業界的精英 今年Art Central展出兩位本地藝術家 阮嘉儀和謝淑婷的作品 他們是怎樣將香港的城市發展 和在這裏的生活轉化成獨特的藝術語言呢 Angela由2019年開始參加Art Central 她的作品主要圍繞城市文化和輪寫的主題 我身上有兩個藝術品 第一件是和塑膠玩具有關 第二件是和香港八角有關 我講了第一件作品 她的遙光 其實作品中所有的現成物都在一些屋村文具店 或者在一些國外的廠房找回來的 其實她們全部都是一些健康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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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1980年都是做輕工業為主 而1980年更加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城市 所以我覺得其實數家玩具 它盛載著的是香港人不同年代的一些故事 而且在找的過程中 她們都會說著原來這支水槍那間玩具店 她們是由街頭搬到街尾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那個位置要填海 其實每一件會具 她們都會見證著那間店 那個工廠 它的出產地 有一些成章 所以我就找了一系列不同年代出產的數家會具 有一些是Made in Hong Kong 有一些是Made in China 因為其實香港80年代之後 90年代我們就變成轉香港 所以有一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 好像你看到這個黃色鴨仔 其實和這隻馬 它都是一些轉口過板 我很想觀眾可以看到這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塑膠會具 透過他們的展映 在牆上你會看到一個香港的城市景觀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年代 就是因為有他們的過去 他們的貢獻才會遭受到今天的香港 有以前才會有意見 在不同年代製成的數家玩具 堅持著香港這麼多年來的變遷 Angela將它從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玩具拼砌 再配上燈光和旋轉摩打 將維多利亞港的天際線呈現在觀眾眼前 帶給人一種夢幻的感覺 平日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會找到這些現成物 其實基本上我遇對 或者我對那個店鋪很有興趣 我就會走進去 而塑膠玩具是一個我做了九年的創作 所以基本上在我家已經有過萬件塑膠玩具 其實我覺得和我的創作沒有很相似 因為我的創作主要是圍繞著城市文化和倫理關係 而在創作的過程之中聽到的故事 遇到的人遇到的事 那種人情味 其實在我的作品情面之餘 原來過程都會體驗到 而第二件作品就是和香港白鴿有關的 靈感其實是來自一個2016年的訪問 訪問這間最後在香港的白鴿社 記者問他 你覺得你養的白鴿開不開心 他就回答 其實我每天都要開車 車的白鴿由沙頭角放飛回來觀看 看著他們在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 我覺得他們很開心 我覺得這句說話也挺像 所以就做了我身後面的一個作品 就是這個白鴿和一個龍 其實你看到一個影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白鴿還在一個龍裡面 但是在真實我們看到那兩件物件是分開的 我會在想究竟哪一個是真實 哪一個是白鴿真正的想法 我會看到這件作品 我會看到這件作品 除了關心城市發展 還反映不同的鴿社關係 激發觀眾思考 其實這件作品我用養甲人和白鴿去做一個比喻 就是比喻城市和城市裡面的人 因為在城市裡面我們有很多東西都很不由自主 而城市發展也都令到很多人 迫於無奈 可能我們要接受社區的轉變 我們樓宇的外觀會變化 家道不同了 甚至可能整個社區的歸屬感都有改變 但是我們開不開心呢 我會覺得我們就好像養甲人和白鴿一樣 在這個城市裡面生活 香港的城市面貌每天都在改變 另一邊廂 Sara就選擇透過 作詞藝去記錄生活的點滴 保留此時此地的活躍 它的標誌性作品之一 就是用舊衣 浸泥漿而銷成的白色圖詞 作品的主題是三 其實三這個系列我都做了超過二十年了 由我中學時代的三 大學時代的三開始 我就做我的作品 就是記錄著我自己的大學的生活 小時候的生活 開始的 然後呢 因為我媽媽有這個老衰退 所以我也用了她的衣服 來想緩醒她的回憶 之後呢 就到了我的小朋友出生 我兩個兒女的出生 我就用了她們的衣服 來開始做作品 現在在展場看到的作品 其實都是她們的衣服 其實就是記錄著她們的成長 實物會因為高溫消滯而消失 但是前來就讓故事永樂傳 作為一位女兒 亦是一位媽媽 Sara希望將她和親人最真摯的回憶 變成永恆 我呢 我呢 會用了一些衣物 有時就會用一些 毛毛公仔 有時甚至是樹液 這樣 混合在泥裡燒 那燒的過程呢 所以原來的衣物 或者一些變成物 就在高溫度中 就會消失了 那剩下呢 其實有時是空殼 有時滲在纖維裡 已經和消失了的東西 融為一體 所以你看到我的童瓷的作品 其實就是記錄著已經消失了的東西 那其實呢 將這些衣物變成童瓷 這樣好像是將一些 平時經常看到的東西 但是就將它變成一部永恆 去記錄 那我覺得 也都是讓我們重新去體驗 作為本土藝術家 Sara和Angela都說 雖然有困難 但是香港充滿機遇 近年藝法局 就致力拓展不同的展覽平台 鼓勵本地藝術家不斷創作 提升藝術水平 我接下來呢 在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 就做了一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呢 它就資助了六位藝術家 我相信每一個藝術家都很多 我相信每一個藝術家都很多 謝謝 那好像今年呢 它其實是資助了我做一個個人的展覽 以前呢 我也都有申請過他們的資助 也都贊助了 出一些小看物 在我畢業的時候呢 不是有很多家畫廊 會願意做香港藝術 但是我發覺近這幾年呢 更加多不同的畫廊 會願意做香港藝術家的展覽 給了更加多的平台和機會 給他們 那我覺得很… 要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因為其實支持本土藝術家 不是容易的事 那也都因為這樣 那本土藝術家有多了不同的平台 有大型的art fair 大型的展覽 不同的藝術機構 那我覺得這幾年呢 其實藝術家是多了很多機會 去展出他們的作品 和多了很多不同的曝光 香港的本土藝術 越來越受歡迎 吸引海內外收藏家 而香港 亦憑著在藝術貿易方面的優勢 逐漸成為亞洲藝術樹紐 Hong Kong is the center of Asia and also the largest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We have a very lenient status for tax in Hong Kong so galleries don't pay tax on buying or selling art so that makes it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s well as a very established system for transporting and logistics related to art trade 作為展會總家 Cory希望 Art Central 可以繼續發揮推廣藝術交流的角色 讓香港藝術家 用他們的作品聯繫世界 I hope at a fair like Art Central which really does showcase Hong Kong art that those artists are able to to meet clients and to talk about their work and make personal connections I think that's really with the magic of art I knew I think that's okay ё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